自打小吴远嫁 东海王就藩 长秋宫很久没有这般热闹过了 是啊 鸡团阿子既然回了都城 那便就多待几日 也好陪皇后说说话 阿子可以尝尝我酿的米酒 还有桌上这些盘菜 都是用来佐酒的 皇后最喜欢了 乔江成娘子忙的 不必这般招呼我 我也是长秋宫自己人 丞娘子这几年 可是将长秋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菜色好 国酒美 可见我走着五年 你在长秋宫学到不少 寄通阿子走了太久 怕是有些忘记了 五年前阿子未嫁西北之时 皇后的寿宴也是我来操持的 并非是阿子走了之后 我才开始学的 是啊 还是妹妹命好 不似我 苦命人 先夫病重那阵 我没日没夜伺候 免不了闲言闲语 是我等着改嫁 背着这句话 我硬是在先夫顽固后 又服侍贾家君舅君姑数年 支撑得很是艰难 贾家儿郎早亡 你落家得贾家庇佑多年 侍奉旧姑也是本分 谈何辛苦一说 我 急通阿子 人总要向前看的 阿子往后的日子里 定是会好事连连 你说得对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这句话 子盛也同我说过 他虽然为人严苛 可待我甚是宽容 只允许我一人进出他的营帐 端酒送饭 你也知道 他忙起来是不吃不喝的 我甚是心疼 后来他不许我再进他营帐 想来是怕我太过操劳 免我辛苦吧 你基于子善这般要好 想必你定下婚约了 他还未对我提及 但我总觉得不远了 这次得到圣上诏书 说宣皇后病了 他立即奉命回都城 走得很急 连我都不曾带上 我总想 或许 他是想在都城向我求亲 看来是皇后病得不是时候 但我阿子好事了 不不不 我并非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你并非是这个意思 皇后当年还在后卫之时 不止庇佑过你们落家一次 大恩在前 你又怎会埋怨皇后 耽误了你的好事呢 若真是如此的话 又岂非禽兽之心 我知晓成娘子 不喜欢我与子善在一起 只是我们情投意合 情难自已 再说你们已经退婚 如今他就算娶我 也算正当 毕竟儿郎在外征战 身边没有夫人帮忙照料 如何顾全自己 你也不希望 他此生不能安好 对吧 我呀也是为难 一边是你 一边是他 洛娘子 宫门锁了便不好出了 你刚回都城 应当先归家看看 莫要在长秋宫 耽搁时间了 皇后 从前我也是住在长秋宫服饰的 如今多年未回了 竟然一刻也不让多呆吗 洛娘子 赶紧回去看看吧 方才洛娘子家中拆人来送信 说是霍将军送了两车驾装到洛家 还有一面巨大铜镜 又特意嘱咐洛家长辈 为洛娘子目色一个好婆家 此等大事 洛娘子怎能不在呢 我们要拿来 和你都没从什么 你送嫁妆了 你送婚妆了 这是墓妆了 这就算是墓妆的 人家你说呢 这不可不可啊 又是墓妆了 你这些人 你们是墓妆的 你才是墓妆的 少主公 听闻昨夜洛娘子 被她的父母兄弟 从家中赶了出来 他们落实在宣誓麾下 当差多年 本想借着东宫储君发达 谁知前太子被废 宣皇后自请被囚 他们就想着借女儿 再攀上少主公这根告知 这次少主公送她嫁妆 责令她昭叙 恐怕洛娘子这次 真的是走可无路了 少主公 这 华将军 家父对妾说 将军送了面铜镜 和几箱嫁妆给妾 说会帮妾 在西北昭郎序上门 妾惶恐 不知自身犯下何错 还请将军收回成命 我以为你是聪明人 而聪明人 要懂得适可而止 在西北 我曾与将军相伴 将军 难道都忘了吗 相伴 我曾与另一女子相伴过 一道用饭 一道说笑吵闹 耳病思磨 那才叫相伴 在西北之时 我把你撵出军营 你住在军营之外 伺机溜进军营 为我将洗衣物 你我连面都不曾见过 我返回都城之时 你伪随大军 奸臣赶回 我连话都未曾与你说过 我问你 何来相伴 是 霍将军对妾无异 但妾认为水滴石船 你总会改变的 你看 三年前 你连营帐都不让我进 如今 你看我的脸色都好些了 为何你就是不承认呢 够了 别再自欺欺人了 如今杜城中 人人皆知我即将嫁于霍将军 若是被他们知晓 你不肯娶我 我还怎么做人呢 看在我自幼仰慕你的份上 还请纳了我吧 做妾也行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你若现在回去 我可再加两车嫁妆 你若再纠缠不休 我便命人 即刻送你回西北 黄将军 黄将军 将军何必逼人太深 我只是喜欢你 难道我也有错吗 那贾七郎 又有何错 是你杀了他吧 你 你 我什么都没做 你不能血口喷人 西北人人都说 贾七郎娶了天底下最贤惠的女娘 可我却知道真相 贾七郎的弱症 虽是娘胎里带来的 但还不至于在二十岁就要了她的命 是你谋害了她 至于是用什么方法 还有我再说吗 是不是因为承招生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她 所以才拒绝我 与你何干 你怎能这样待我 这么多年 难道你对我 没有半分清理 对 即便没有陈上伤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你 没关系 那就是